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个问题很多人关注到了 说这人来到城市之后本想改善自己的生活 让自己的明天更加美好 而且给自己的孩子创造更多未来的机会 那他们的孩子的生活到底又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通过短片来看一下 我叫陆帅 今年12岁 读小学4年级 我喜欢玩 喜欢看书 上学期期末考试我考了全班第二 我还想考得更好 我有两个梦想 一个是爸爸妈妈能带我出去玩 另一个就是能有好多好多的玩具 12岁的陆帅就读于天津北辰羊嘴小学4年级 这是一所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学校 陆帅在班上36名孩子中表现非常突出 上学期期末他考了全班第二 还担任副班长的职位 上课时 陆帅的情绪随着老师的讲课内容不停变化 以前的陆帅可不是这样 六年前 他随父母从山东刚来天津时 父亲在天津一家建材市场门口帮人拉货 妈妈也在外打工 两个人每月工资加起来不到两千元钱 一家人就租住在一间小工房里 那个时候的陆帅沉默寡言 不和父母交流 也不出去找朋友 刚来的时候说老家话 怕别人笑话就一直没说 在家里都不爱说话 在家里自己练普通话 一开始就没有朋友 练好普通话之后能跟别的朋友正常交流 然后才去交朋友 就是干我吧 就是平常应该母子之间的交流也不是太多 就是她把自己隐藏得很深 这就是说跟我们平时顾不上孩子有关系 就是学习成绩差了点 我就觉得这孩子挺老实 可是当陆帅学会了普通话 交到朋友之后 问题又出现 她太贪玩了 原来特坏特坏的 原来管不上她 然后放学了 就是说自己就去 反正是我回家以后就找不到人 经常是这样 就在大家为陆帅这个调皮的孩子 感到记头疼和担心时 班上的另一位同学 黄攀霞则给人不一样的感觉 黄攀霞和爸爸妈妈还有哥哥 住在城市边缘的一间平房里 打开门就能看见家里所有的东西 这张桌子既是饭桌 也是黄攀霞和哥哥的书桌 晚上把桌子收起来 再放下钢丝床 这就是黄攀霞睡觉的地方 爸爸妈妈早出晚归 靠回收旧电动车维持着一家升级 一家人每天一日三餐 都靠黄攀霞和他哥哥准备 每天早晨五点四十分 黄攀霞就起床了 六点多钟 他就会去学校做卫生 然后学习 从小学一年级开始 黄攀霞的成绩 基本上就是全班第一 还是一班之长 掌管着班上同学得优秀的权利 黄攀霞就像我们的大姐姐一样 陪在我们身边 有时候带我们玩 星期六的时候 我们和黄攀霞有几个人约在一起 然后黄攀霞带我们去超市 这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孩子 面对我们的镜头 心愿却是相似的 我最大梦想就是爸妈多陪我一会儿 周六周日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在家很孤单 如果现在我可以实现一个愿望 我想给我妈过一次生日 因为我妈每年都给我过生日 我却一次没给她过过 刚才我们通过短片了解到了 外来务工人员 他们子女的生活 正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一样 他们的父母来到这个城市 本想改变自己的生活的轨迹 甚至是改变孩子的教育状况 也许他们孩子确实是受到了更好的教育 但是父母的陪伴却很少了 今天我们节目现场 特别请到了共青团中央青年志愿者部的郭美健部长 好 欢迎 大家好 回忆起小时候的事 我总会想起来 那时候除了上学以外 可能就是到了周末的时候 我晚上回来的时候 爸爸妈妈会给你讲个故事 陪你聊天 出去玩什么的 但是可能现在社会太忙了 尤其这些外来务工人员 如果这个子女长期缺少陪伴的话 对孩子的成长会有什么影响 这些近程的务工青年 他们的子女 因为这些近程的医院 他们都普遍比较忙 很难有时间陪伴他们的小孩 那么长期以来我觉得这个他们这样的就缺少了必要的家庭教育 这个使得那个这些农民工子女或多或少 这个心理上都会出现一些问题 比如说缺乏自信 就比如说缺乏安全管 然后还有很多这个小朋友 因为他到了城市以后 这个父母亲没有教给他一些基本的在城市怎样生活的一些常识 在那他和那个城市之间也会存在着一些隔阂 所以长期以往的这个对于这个浓露这个城市也是不利的 现在可能很多人会有一个误区 可能是长期以来形成的 总觉得外来务工人员既然是闯世界的 那肯定底子经济基础不是很好 需要去打拼一点点的创造这个财富 让自己的家庭生活更好 可是我们改革开放已经这么多年了 有很多外来务工人员 他们的家庭状况 经济状况已经很好了 那是不是他们相对的这个陪伴子女的时间也会长一些 这个问题呢 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来整理 为什么 这个来整理这个物质生活 应该是得到了比较大的改善 但是呢 很多人又发生了一个新的问题 这个因为自己的小孩 没有给予他这个必要的陪伴教育 这个使得那个小孩子出现了很多问题 那么这块所以我们说 就是现在这个他们物质条件改善了之后 这个由于缺乏对那个小孩 这个必要的陪伴和管理 所以造成了很多问题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除了他们在城里 这个获得那个物质生活条件改善之外 我们觉得这个还必要这个加强 这个陪伴孩子 是不是这个当人钱赚多了的时候 就形成了一种惯性 的的确确他们的物质得到改善 但另外一个方面呢 这个应该看到 这个钱不能够解决一切问题 就是说你给小孩子改善了物质条件之外 但是小孩所需要的是更多的东西 特别是那个亲情方面的东西 那么由于这个呢 所以我们在组织志愿者 去弥补这个方面缺失的时候 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心情陪伴 刚才我们从短片当中也看到了 这个小朋友说的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说我来到这个城市 首先我就要学好普通话 因为我说不好普通话 别人就知道我是外地人 就会笑话我 是不是 这可能是很多不仅仅孩子 其实成年人也会 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 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小孩子要尽快地隆络城市 这个除了学校教育之外 他们还有 还非常有必要 这个家庭教育 但是这个家庭教育呢 这个他们自己的父母亲 又没有时间 所以针对这个问题呢 我们从2010年5月份 五四青年节的时候 启动了共青团 关闻农民工子女 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 就是亲情陪伴 就是组织我们的志愿者 和农民工子女接队 这个交给他们必要的一些知识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就这些志愿者去承担了 这些孩子的父母 没时间陪伴他们做的事 具体的都有哪些 对 从 应该说是从部分吧 这个 承担了他们 这个家长的自治 这个一个是 陪伴他们 这个 第二个 对他们进行一些 学业的辅导 第三个 这个也会教给他们 这个在城市 这个生活 我是在城里生活 但是我觉得 我跟外来物工人 没什么区别 我也是每天这样忙 可能也很少陪伴自己的孩子 你觉得这城里的孩子 跟那外来物工的孩子 区别大吗 这个应该说 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 因为这个 外来物工人员 总体来说 这个还是比城里面 他在那边 生存的这个环境条件 这个是要差一些 而且有的这个差异还比较大 这个另外一个方面 由于这个外来物工人员 他进程的时间都比较晚 他对这个城市的 这个很多文法 很多东西 熟悉程度 熟悉程度 比较差 在一个没有形成 一个比较好的人员氛围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是我们说外来 外来人员的 和这个 在这个城里面 土生土长的 可能会更难一些 这个会更艰难一些 那刚才我们也听到 郭部长说到了 现在成立这个青年实验者 来做这样的工作 就是帮他们承担部分 父母不能够 陪伴他们做的一些事情 很多人就会说 那爹妈是爹妈呀 别人谁能替代得了呢 那我们看看到底 这样的情况是什么样呢 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这是陆帅和黄攀霞的班主人 朱老师家 朱老师有两个身份 除了老师外 他还是天津市北城去的青年志愿者 志愿活动的内容 就是帮助外来务工子女 反正我妈接着来 接我特别晚 有时候 我经常到朱老师家去住 有时跟客户沟通了 或者说什么话呢 聊着聊着 也许就聊的 聊的时间就久了 就把孩子肯定是忘了 朱老师 你看来你也没准了 我就把孩子带回家吧 我有时间我就去接 没时间呢 朱老师在你送回来 对陆帅而言 朱老师家不仅有人辅导功课 更有人做好吃的 两年来 陆帅的周末 几乎都在这里度过 天到晚 见不着爸爸的样 而且家里生活环境也不是特别好 我一看这些孩子 虽然说他来到了天津 来到咱们这儿 我就觉得既然来了 咱们应该给他一个家的感觉吧 从我这儿就感觉 就给孩子一个家的感觉 让孩子们也享受 跟这里的孩子一样的生活 这两年 陆帅家的生活渐渐有了起色 他的爸爸妈妈 让他给人装修的活 并有了一个小装修队 不过工作却越来越忙 今天孩子只要是到了学校 我就 我的心啊就很汤实 你想周六周日啊 我就不汤实 第一又不会做饭 自己又不会做个水 不会烧个水 这喝水了什么的 喝完了怎么办啊 有的时候就 他自己在个楼上 就特别的担心 可是在学校里就不一样了 就是说放了学 朱老师 我不去的时候 朱老师就等 或者是再不行 你再晚了 朱老师就给我发个短信 朱老师喜欢她 是因为她经常帮助我 照顾我 而喜欢妈妈她就是 她是生我养我吧 有人管吃管住 还有老师专门辅导功课 陆帅的成绩也上来 陆帅现在有什么想法 就跟朱老师说 可黄攀侠就不一样了 挺内敛的 不是特别的爱表现自己 总是自己不愿说别人 自己把这活都干完了 就是作为生 他也不去说别人 他自己干 今年三八妇女节的时候 他对朱老师吐入了 自己一直以来的心愿 想为妈妈过一次生日 这个心愿 身为青年志愿者的朱老师 告诉了北辰区团委 他们到黄攀侠 买了一个生日蛋糕 蛋糕上的图案 是一位母亲 牵着孩子 妈妈 这是我第一次给你活生日 祝你生日快乐 我爱你 好 刚才看到这个短片的最后 让我们的内心升起一种温暖 今天这两个董事的孩子 也来到了我们 从我做起节目的现场 来介绍 我给大家介绍一位 一是黄攀侠 另外是陆帅 来 我们欢迎他们 还有我们的志愿者 朱老师 同样欢迎 欢迎 刚才我们在短片里看到了 说陆帅你好有志气 说你将来考大学校考哪 你再给大家说一下 新华北大 新华北大 这些学校你都是从哪知道的 就听别人说的 说这些学校好 怎么考 要上了那个学校能怎么 找工作好找 听说考上那的文凭 文凭虽然都是一样的 但公司的人会跟 根据这个文凭 你看 这么小的孩子 就这个文凭的概念 其实你学习的快乐 成长的快乐更重要 咱们问问两个小朋友 听说你们俩在班里 都是班干部 你是什么干部 班长 班长 那你呢 我也要班长 你们俩班长 你们俩在一个班上 对 那谁是正的 谁是负的 老实说不分正负 不分正负 那你俩可怎么管 以前是我管男生 他管女生 后来我觉得不公平 男生又多 而且还顽皮不听话 女生比男生听话 人数还少 后来老师就把我们班的人 分成两大头 我管左边那 我黄板下管个右边的 你俩分界了 以中间为界 各管一边 调皮的都在我那边 有的调皮的没在他那边 大家看两个孩子 他们俩这个对话 你就能感觉到一个孩子心灵的那种责任感 还有认真的这种程度 回头来我们说说老师吧 这老师既是他们的班主任 又是我们的志愿者 是不是 对 所以说这个上课 你跟他们应该说接触的时间 比他们的父母接触的时间还要多 就是在平常放学的时候 如果家长要是没来接的话 我就把他接到家里去 然后再跟家长联络一下 如果时间再晚的话就住在那里 时间晚了还得住你那 您这老师当那个真挺不容易的 相当于全素质 还是您自己开的 还不收费是不是 不收费 大概一个月的几次 在住到老师那儿 我是三个次的 你自己说 跟那个老师在一起的实验堂 还是跟爸妈妈在一起的实验堂 老师 为什么 每天平常在学校跟老师在一块 有时候 有时候爸妈妈来接 还跟老师在一块 就赶着爸妈妈回来晚了 直接住人家了 那我想问朱老师 您家里也有孩子吗 对 您孩子多大 我孩子今天上初三了 上初三 初三是马上要中考的 对 对不对 中考对现在的孩子来讲 是挺关键的事 是 是挺关键的 那你自己的孩子 再加上这一群孩子 你能照顾过来吗 挺矛盾的 因为什么毕竟孩子 今年上初三了 我这个 好多心思都放在这些孩子身上 所以说顾自己的孩子的时候 我就少了一点 我不知道咱们现场的 这个年轻人挺多的 你们谁跟过这么大的孩子 在一块接触过 超过两个小时以上的 单独面对面的 你们三位都接触过 是吧 其他人又没有接触过呢 好那那小伙子 带你这个小伙子 那我问你 你告诉我 你跟你接触的那孩子 你是志愿者的身份接触 还是跟自己家的孩子 幸福 是跟自己家的 你跟他接触两个小时 什么感觉 很幸福 还有更长的时间吗 如果正常的话 就可能会 开始有些受不了 毕竟还是比较小 比较调皮 我为什么要急性地采访他呢 其实我就想大家理解一下 朱老师的这种感受 在前一段时间 带他俩去古文化街转了一圈 我们家孩子回来之后 他功课挺忙的也是 回来之后就是有点 挺有点生气的样子 说妈你看 带他们出去玩的多美 你看你们都出去玩去了 就是这样 他虽然说不说什么 也不是特别的埋怨 但是也有点怨言 有时候 周六周日 我把他们带回家的时候 孩子本来想睡个懒觉 就得早点起 尽管不愿意 也得拧着头皮 也得起来 朱老师你能告诉我 为什么要 非得带他们去 这个游天津呢 因为他们来天津 这么多年了 爸爸妈妈根本就没有时间 去带他们去外边转一转 上游乐园逛一圈 上天津里 天津各个地方去景点去走一走 所以说 借着机会 我就把他们俩带上 上古文化街六个圈 然后让他们看一看天津 有很多的 这个城市到底是什么样子 是什么样子的 他们在评论书里 他说天津有小吃什么的 我带那儿 然后看看 这就是天津小吃 什么狗屋里包子 什么是天津麻花 扎高来 十八斤麻花 洋葱高跟来 然后看看 然后在各个地方 有照了相片 那回头咱们再问 郭副长 一般什么样的人 可以当这个志愿者 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有什么限定吗 应该这么说吧 这个 人人都可以成为志愿者 但是有一点 就是要能够成为 共青团官农民工子女 志愿服务行为的志愿者 这个还是需要有一些条件 和专业知识 一个方面就是 这个首先要有激情 第二个我觉得 这个要 这个还要有一定的能力 第三个也 还要有一定的时间 这个我们官案行动的母乡内容 像亲情陪伴 这个学业辅导 这个感受城市 制服教育 这个等等的 都是需要有 这个需要有一定的时间 这个你才能做 我其实想问问 这个小帅和小侠 你们俩在来到 这个天津这个城市之前 爸爸妈妈 有没有给你们描绘过 说这个城市是什么样的呢 没有 从来没说过 你的爸妈也没有讲过 没有 就知道到城市去了 那你觉得城市 跟你们的家乡 原来 你觉得城市 跟你们的家乡 有什么区别呢 教学家里的时候 只有黑板 这还有大厅屋什么的 以前没来 没来天津的时候 他们没见过 那你来到天津市 大概多久的时间 才真正去撞过天津 逛过天津 来了 五六年了 五六年了都没有逛过天津啊 没有 你也是啊 那你们的活动范围 就是平时 家里 家里和学校 你们没有跟爸爸妈妈要求过 说你们带我出去玩玩 我有时候说过 有时候说过 那爸爸妈妈怎么回答 没时间 就是没时间 这些孩子呀 他来到天津以后 虽然说父母不在身边陪伴着 他们也特别的满足 从来不是说要求父母 怎么样怎么样的 我听说两位小同学 今天来的时候 还都准备了节目是吧 都准备了什么节目 能给咱们透露透露吧 今天我带了一幅画 给大家看看 就是我来到天津 以后感觉天津非常的美 非常的繁华 以后我回到老家以后 也要把家乡建成成这样 是这样 孩子的心灵就是这样纯净 大家看 他把看到的所有的美好的事物 但是他脱离不了 对自己家乡的那种热爱 他希望这些美好 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 跟自己的家乡融合起来 谢谢你 这幅画太美了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 把这幅画深深地收藏在自己的心里 你给大家点什么借口 微笑献给杨小 是献给自己的学校 来 那站起来 好好给大家了 送 清晨 阳光穿透 慢慢生腾的博物 照在马是露珠的草坪上 鸟儿存在挺拔 摇曳的杨树里 随着成都的朗朗书生 也在婉转悠扬的歌唱 感受到了吗 这里涌动着生机 洋溢着希望 它就是我们的校园 充满阳光与希望的杨泽小学 在这里 我们常常误读 老师忙碌的身影 常常品味 老师一次又一次的耐心教导 懂得了 赠人以玫瑰 手不略有余香 明白了 赠人以微笑 心不略有余悦 亲爱的老师 您看见了吗 我们正在着重地成长 我们知道 这成功的背后 蕴含着您无数的心血与汗水 今天我要将最甜美的微笑 献给您 献给我心中 永远屹立不倒的风碑 我最亲爱的杨泽小学 太棒了 我十二岁的时候 绝对没有你朗诵的好 自己偷偷的 很满意的样子 所以你将来一定会比叔叔吧 我采访有很多 就是特别爱孩子的人 他们喜欢把自己的时间 用大量的时间陪伴孩子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经常会讲到说 一种什么样的 很多人会问 什么样的动力 会支撑你去这样去做下去 他说可能就是一个孩子的眼神 或孩子回馈 他的一些东西 让觉得 这些孩子是离不开他了 他也离不开这个孩子 你有这样的感受吗 有 有这样的感受 能举个例子跟我们说说吗 这孩子出去的时候 跟我在一起 就像真是自己的孩子一样 然后我们出去的时候 都是这样子的 我一说走 两孩子就一边一个胳膊夹着我 来着我 感觉那种感觉 是想知识的 师生关系 已经脱离关系了 这个师生关系了 我就说 有时候走在大街上 坐在公交车里 他就说 老师 老师 我说 咱们出门别喊老师 你喊个姑姑 为什么 为什么这么换声音 我觉得 这本来是家里人 这样去照顾这些孩子 带孩子出去玩 我觉得喊一个老师 我特别不好意思 那次我在公交车里 别喊老师 你喊姑姑 出门咱就喊姑姑 刚才这个称呼的改变 很有意思 我跟你讲 我也是从这么大走过来的 我都是想喊我老师 老师姑姑 但是老师从来不让你喊姑姑 老师就是老师 就从刚才一个称呼的变化 人感觉到 他确实已经不把 不把这些孩子 当做一个纯粹的 普通的学生 而是自己的孩子一样 亲人一样去照顾 我总爱忘事 我经常告诉他们 这件事给我记着点 回来之后 孩子觉得 老师是爱忘事的 这次元旦的时候 陆帅就亲手给我 送了一个礼物 这个礼物我今天带来了 这是陆帅送给我的 他自己亲手做的 虽然不是特别美观 但是每一个地方都是自己精心准备的 我特别的感动 我觉得学生确实是在为我着想 我为孩子着想 还得为我着想 然后我看黄帆霞 我平常总爱给孩子照一些相片 我们他攒一个相片 100个U可以换一张相片 然后500个U的时候 可以跟我照一张 如果要有一天攒到1000个U的时候 可以跟我们的校长去照一张 是这样鼓励孩子的 然后这次元旦的时候 我看到黄帆霞给我做的这个贺卡 我也特别的感动 因为什么呢 我平常给孩子们照照照片 我送给孩子的礼物 孩子却都回赠一个我了 这些相片你看看 这些相片 这个是我和黄帆霞照的 他满500个U的时候才能跟我照一张 做成了风情 然后把这个自己最喜欢的最漂亮的相片 就将在里面了 还有一个跟校长 我觉得1000个U才能跟校长换一个照一张相片 把这张都送给我了 可想而知 他就说这些东西 我觉得对于他来说应该很有意义 可是他却这样无私地去奉献 就送给我了 能够理解 对 你知道在一个孩子的世界里 他得到了那1000个U 换来了跟校长的合照 在他的心里有多重 对 那绝对不亚于一个成年人 对一个房子的追求 对不对 绝对是这样 然后他能够把这个东西 送给自己的老师 你就知道这个孩子 对老师有多么尊敬 多么喜爱 我想问出老师 你怎么平衡 这些你爱的孩子 和你亲生的孩子之间的关系 我的孩子我就觉得 如果没有离开的我 有爷爷奶奶 我就觉得这些孩子呢 如果他离开我 我觉得我就好像一个亲人一样 他们让我牵挂着吧 如果我要是不去照顾他们 他们在家里边 他也孤单寂寞 都希望到亲女家 朋友家去走一走 穿一穿 住在朋友家里边 你只是可能让自己 多付出一点爱 让每一个孩子 得到更多的爱 非常理解吗 那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朱老师 他自己的家人 对他这样做 能不能够理解 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有的时候 我们就是晚上睡觉 都睡得了十一二点 我们行了 还看见他这屋里头亮着灯 可是早上起来呢 五点就得起 就又开始早了 他睡不了几个小时的觉 就太幸福了 有的时候 孩子的校服 你看脏了什么的 尤其像我们这孩子 有的时候周六周日 在朱老师那儿 回来都是比我们洗的都干净 然后回来就说 你这校服这么干净 谁给你洗的 他说朱老师 朱老师怎么洗的 比咱们家洗的干净 他们家是洗衣机 是什么洗衣机 我就问 他朱老师用手搓的 说白了 拿着自己的学生 就当孩子一样 就因为外来物工子女 缺少家庭的关爱 共青团就十一补缺 代替了他们家长 在教他知识的方面 他们应该说 请入的心血更多 好 看过了这段短片之后 不禁让我们为这些 像朱老师一样的志愿者 再一次心中的充满敬意 我想问问郭部长 像咱们这样的老师 同时又是志愿者的身份 给孩子带来的会是什么 这个我相信 就是我们老师 付出了这么多的爱心和努力 这个一定是 这个对每个小孩来讲 是他们成长之中最珍贵 那么对于整个社会来讲 我想呢 这个是对于这个 我们那个社会的发展进步 这个一个重大的推动力 这个因为这么多千千万万的志愿者的付出 这个我们应该说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 这个越来越 这个越来越近 我们的社会也变得越来越美好 我们共青团官农民工子女的 从启动到现在 不到两年时间 这个已经呢 这个有三点二万所学校 这个已经志愿者团队和他们接上了队 然后呢这个有四百三十六万的志愿者 在为七百三十万农民工子女 开展各种各样的服务 应该说呢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 而且从去年呢 我们还实行了项目专业制度 这个已经有一万多人 这个成为了我们的项目专业 这个通过各个方面努力的 还为我们这些农民工子女 你这意思是告诉我 有上万个像朱老师这样的 对 这个有上万名像朱老师这样的 骨干志愿者 同时又有四百多万 这个在默默奉献的 这个普通志愿者 这个他们都是一样的 在奉献自己的爱心 在为了一些农民工子女 这个开展 行事多样的服务 当然我们也觉得 这个尽管有这么大的数字 这个事实上离我们 农民工子女的需要 还不够 这个离我们的社会的需要 这个还不够 我们也赋予了 这个更多的这个 这个有爱心 这个有这个方面能力的 这个志愿者 加入了我们这个队伍 怎么报名 这个实际上我们 中国信念志愿者 有多种渠道 还有了这个 我们各个地方 这个当地的这个机船团组 都可以报名 这个因为我们这项活动呢 已经在全国 2780多个线 已经展开了 家这个词呢 是很多人都特别向往和渴望的 因为它充满了温暖 和无数美好的东西 您觉得给这些孩子 家一般的这种感觉 能那么容易做到 我想了这个 我们的志愿者通过 他们的努力 这个应该说 现在我们 在农民工子女感受到 这个虽然 这个我们还不管讲 这个住的十分完美 但是我们已经做出了非常大的努力 这个我们这些农民工子女的 这个应该也在这个里面 体验到了我们 这个志愿者的这么一种温暖 好 今天呢 非常感谢 这个农民部长 还有我们这个朱老师 带着两位可爱的学生 来到我们的现场 我们常说呢 这个人类文明啊 最高的境界 就是人与人之间 甚至人与一切生物之间的 这种大 这些外来务工的人员 来到这个城市之后 帮我们建设这个城市 跟我们共同进步 共同成长 那陪他们的孩子聊聊天 或者说陪我们的客人 陪我们的邻居 来聊聊天 陪他们的孩子 去一起玩一玩 这可能也是 人与人之间大爱的一种表现 从我做起 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关爱这些孩子 可能不仅仅是 送他们一个笔记本 或者是一套文具 那么简单的事 好了 感谢您收看我们这一期的 从我做起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谢谢